第七十三回,黑旋风桥捉鬼,梁山撲伤献头,施若,蛇直龙威士不无,奸戏暗失古谁无。 指之行劫为梁策,翻笑而论是未逃,敌女怀中朱毅鬼,牛头山女陆兇徒,李葵救得梁人女,珍是梁山大丈夫。 话说当下李葵从客店女抢张出来,手挤伤苦,要奔城边匹门,被燕青抱住腰夸,指一跤,跌个脚扫天。 燕青拖张起来,望小路便走,李葵只得除他。为何李葵怕燕青?原来燕青小师扑天下第一,因此送功名着令燕青双手李葵。 李葵若不除他,燕青小师扑,手到一胶。李葵多曾着他手脚,以此怕他,指得随信。 燕青和李葵不敢从大路上走,恐有军马追来,难以抵抵。 只得大欢转奔陈流远路来,李葵再穿上衣裳,把大虎藏在衣襟底下,又一抹了头巾,却把招黄发分开,玩做两个鸭计。 走到天明,燕青身边有钱,村店中买些酒肉吃了,易开脚步斩行。 此日天晓,东京城中,好场热闹,高泰卫隐军出城,追赶不上智会。 李斯斯只推不知,杨泰卫也自归来张试,抄点城中被伤人数,计有四五百人,推倒跌选者,不计其数。 高泰卫会同书物院同贯,都到太师傅商议启咒,早早调兵缴步。 且说李葵和燕青两个,在路走到一个去处,地名换做四楼村,不觉天晚。 两个变头一个大庄院来,敲开门,直进到草厅上。 庄主的太公出来迎接,看见李葵玩着两个鸭鸡,却不见村道袍,面貌生得有丑,正不知是什么人。 太公随口问燕青道,这位是哪里来的师傅?燕青笑道,这师傅是个QK人,你们都不省得他。 胡乱趁些晚饭吃,借宿一夜,明日早行。 李葵子不造声,太公听得者说,倒地便拜李葵,说道,师傅可救弟子侧个。 李葵道,你要我救你甚是,实对我说。 那太公道,我家一百余口,夫妻两个,的亲只有一个女儿,年二十余岁。 半年之前,穿了一个邪岁,只在房中茶饭,并不出来讨吃。 若还有人去叫他,尊石乱打出来,家中人多被他打伤了。 雷雷请将法官来,也祝他不得。 李葵道,太公,我是继周罗真人的徒弟,会得腾云价墓,尊能祝鬼。 你若舍得东西,我与你今夜捉鬼。 如今先要一珠一羊,祭至神将。 太公道,朱羊我家尽有,酒自不必得说。 李葵道,你简得飙肥的宰了,烂煮将来。 好酒更要几瓶,便可安排。 今夜三更,与你捉鬼。 太公道,师傅如要舒服指责,老汉家中也有。 李葵道,我的法子是一样,都没什么了符。 新到房里,便抽出鬼来。 现青人笑不住。 老儿子道他事好话,安排了半夜,朱羊都煮得熟了,摆在厅前。 李葵叫土大碗,滚热酒十平假做一群西。 明房房点着两枝蠟燭,燕燕烧着一炉好香。 李葵着条凳子,坐在当中,并不念甚言语。 腰间拔出大斧,撼开朱羊,大快驾且将下来吃。 又叫现青道,小月哥,你也来吃些。 现青冷笑,哪女肯来吃? 李葵吃得饱了,饮过五六碗好酒,经得太公来了。 李葵便叫众庄客,任门都来散覆。 黎子间,散了残肉。 李葵道,快要捅汤来,与我们洗手洗脚。 无疑时,洗了手脚,问太公土茶吃了。 又问现青道,你曾吃饭也不曾。 现青道,吃得饱了。 李葵对太公道,酒又醉,肉又饱,明日要走路程。 老爷们去睡,太公道,却是苦也。 这鬼何时捉得?有私为证,绿酒乌珠尽力吃,奸夫淫女正同藏。 山雍谋认为邪睡,断送囚谋两命亡。 李葵道,你真个要我捉鬼。 雀人引我去你女儿房女去。 太公道,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,尊石乱打出来,谁人敢去。 李葵拔两把板斧在手,叫人将火把远远照着。 李葵大踏步直抢到房边,只见房内隐隐的有灯。 李葵把眼看时,见一个年轻楼着一个妇人,在哪里说话。 李葵一脚踢开了房门,苦到处,只见坎得火光爆散,霹力交加。 定征打一看时,原来把灯盏砍了。 那年轻却待要走,被李葵大喝一声,苦起处早把后生砍了。 这婆娘便传入床底下躲了。 李葵把眼看时先一虎砍下头来,提在床上。 把虎敲着床边渴道,婆娘,你快出来。 若不传出来时,和藏都剁的粉碎。 何娘连声叫道,你若我性命,我出来。 却才传出头来,被李葵抽着头发,直拖到死尸边,问道,我杀的这尸是谁。 何娘道,是我艰夫黄小矣。 李葵又问道,尊头饭食,哪里得来。 何娘道,这是我把金人头面与他,三意更从墙上运章入来。 李葵道,这等叶赞婆娘,要你何用。 抽到床边,一虎砍下头来,把两个人头山做一处,再提婆娘尸首,和看子身尸相并。 李葵道,吃得饱,正没消食处,就解下上半截衣裳,拿起伤苦,看着两个死尸,一想一下,欺似发雷的乱剁了一阵。 李葵笑道,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,插起大虎,提着人头,大叫出厅前来,两个鬼我都捉了。 欺下人头,满庄女人都吃一惊,都来看时,认得这个是太公的女儿,哪个人头没人认得。 素内一个庄客,想了一回,认出道,有些像东穿头会连着疑的黄小耳。 李葵道,这个庄客倒眼乖。 太公道,师父怎生得知。 李葵道,你女儿躲在床底下,被我抽出来问时,说道,她是奸夫黄小耳。 吃的饮食,都是她运来,问了避世,方才下手。 太公哭道,师父,留得我女儿也罢。 李葵道,打只老牛。 女儿偷了汉子,预志要留他。 你任地哭时,倒要赖我不借账。 我明日却和你说话。 现清尋了个房,和李葵字去歇息。 太公却引人点着灯笃,入房里去看时,照见两个没头尸首,得造十来段,雕在地下。 太公,太婆烦恼提哭,便叫人刚出后面去消化了。 李葵隧道天明,跳张起来,对太公道,作夜与你足了鬼,你如何不借账。 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。 李葵,现清吃了便行。 李葵,迪太公自李家市,徐却奸淫,有私为正,恶性牵藤不自由,房中剁却两人头。 此拥有自相情窃,独立西风哭未休。 且说李葵和燕清来了四楼村,依前上路。 此时草枯地阔,木落山空。 与路无话,两个因欢转梁山坡北,到寨上有七八十里,巴不道山,离京门阵不远。 当日天晚,两个奔到一个大庄院敲门。 现清道,眼门尋客店中歇去。李葵道,这大户人家,却不强似客店多少。 说由未了,庄客出来回话道,我主太公正烦恼你,你两个别处去歇。 李葵直走入去,燕清拖扯不住,直到草厅上。 李葵口里叫道,过往客人,借宿一宵,打甚了紧,变道太公烦恼。 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。 里面太公张时,看见李葵生得空恶,暗地教人出来接纳,请去厅外执手,有间以房,叫他两个安揭。 做些饭食,与他两个吃,着他里面去睡。 多样时,搬出饭来,两个吃了,就变血色。 李葵当夜没舍走,在土矿子上回来覆去睡不着,只听得太公,太婆在里面耿耿耿烟烟的哭。 李葵深招,哪双眼枕地得合,巴到天明,跳张起来,便向厅前问道,你家什么人哭这一夜,搞得老爷睡不着。 太公听了,只得出来答道,我家有个女儿,年方一十八岁,吃人抢了去,以此烦恼。 李葵骂道,打只老牛,男大衰婚,女大衰嫁,烦恼做什么? 太公道,不是与他,强奪了去。李葵道,又来作怪,奪你女儿的是谁。 太公道,我与你说他姓名,经得你屁滚了流。 他是梁山瀑头领宋江,有一百单八个好汉,不算小君。 李葵道,我且问你,他是几个来。 太公道,两日前,他和一个小后生,各骑着一匹马来。 李葵便叫,燕小月哥,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话。 板哥哥原来口是心非,不是好人了也。 现青道,大哥莫要做事,定没这事。 李葵道,他在东京日字去李斯斯家去,道者女怕不做出来。 李葵道,你庄女有饭,讨我门吃。 对太公说道,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葵,这个便是浪子现青。 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,我去土来还你。 太公拜借了,李葵,燕青竟望梁山泊来。 路上无话,直到中二堂上,宋江见了李葵,燕青回来,便问道, 兄弟,你两个哪里来。错了许多路,如今方道。 李葵哪里应答,增圆怪眼,拔出大苦, 先堪倒了幸黄奇,把替天行道四个字且做粉碎。 众人都吃一惊。宋江渴道,克思又做什么? 李葵拿了相苦,抢上堂来,敬奔宋江。 当有关姓,林冲,秦明,呼延卓,董平五虎将, 芳芒拦住,奪了大苦,秋下堂来。 宋江大怒,渴道,这诗又来作怪,你且说我的过失。 李葵戏造一团,哪里说得出,有诗为证, 依草空徒假姓名,花颜龟女强台行。 李葵不世穷来力,浪说功名有此情。 且说燕青向前道,哥哥听品一路上避世。 他在东京城外客店旅跳张出来,拿着伤苦,要去匹门。 被我一胶跌翻,拖张起来,说与他,哥哥已自去了, 独自一个风什么,习才信小弟说。 不敢从大路走,他又没了头巾,把头发玩做两个丫妓。 正来到四楼村敌太公庄上,他去做法官捉鬼,正拿了他女儿并姦夫两个,都得做肉账。 后来却从大路西边上山,他定要大宽转。 将近京门镇,当日天晚了便去刘太公庄上投宿。 只听得太公两口而一夜提哭,他睡不着,巴得天明,喜去问他。 刘太公说道,两日前梁山泊送缸,和一个年纪小的年轻,騎着两匹马,来装上来。 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,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,吃到半夜,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。 李葵大哥听了这话,变道事实,我在三解说道,板哥哥不是这般的人,多有衣草腐木,假名托胜的,在外头胡造,李大哥道,我见他在东京时,预自戀着唱的李思思,不肯放。 不是他是谁,因此来发作,宋刚听罢,变道,这般屈事,怎地得知,如何不说,李葵道,我闲常把你做好汉,你原来却是畜生。 你做得这等好事,宋刚渴道,你且听我说,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,两匹马落路时,衰门不得众人。 若还得一个妇人,必然只在宅女,你却去我仿女手看,李葵道,哥哥,你说什么了闲话,山宅女都是你手下的人,护你的多,那女不藏过了。 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,你原正是酒色之徒。 杀了闫婆色便是小样,去东京养李思思便是大样。 你不要赖,早早把女儿送还老留,倒有个商量。 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,我早早早杀了你,晚早晚杀了你。 宋刚渡,你且不要骂羊。 那留太公不死,桑客都在,板门同去面对。 若还对翻了,就那女书着拨只受你板斧。 如若对不翻,你这师没上下,当得何罪。 李葵道,我若还拿你不着,便书这伙头与你。 宋刚渡,最好,你众兄弟都是正见,便叫贴面孔木,陪孙写了赌军令藏义子,两个各书了字。 宋刚的把语李葵收了,李葵的把语宋刚收了。 李葵又渡,这后生不是别人,只是柴进。 柴进道,我便同去。李葵道,不怕你不来。 若到哪女对翻了之时,不怕你柴大观人,是米大观人,也吃我几苦。 柴进道,这个不妨。你先去哪女等,我门前去时,又怕有QK。 李葵道,正是,便换了燕青,但两个依前先去。他若不来,便是心虚。 回来罢休不得,有思为正,李葵道让没干忧,要坎梁山寨主头。 欲便是非分彼此,刘家庄上问来由。 现青与李葵再到刘太公庄上,太公接见,问道,好看,所事如何? 李葵道,如今我那宋刚,他自来教你认他。你和太婆并庄俠,都仔细认他。 若还是时,只管实说,不要怕他,我自替你做主。 只见庄下报道,有十数骑马来到庄上了。李葵道,正是了。 旁边团住了人马,指教宋刚,柴进入来。宋刚,柴进京到草厅上座下,李葵提着板斧,立在旁边。 只等老儿叫声是,李葵便要下手。那刘太公近前来拜了宋刚。 李葵问老儿道,这个是夺你女儿的不是。那老儿争开汪雷眼,打拍老精神,定精看了道,不是。 宋刚对李葵道,你却如何?李葵道,你两个先着眼抽他,这老儿懼怕你,便不敢说是。 宋刚道,你便叫满庄人都来认我。李葵随即叫众庄客人等认时,齐声叫道,不是。 宋刚道,刘太公,我便是梁山泊宋刚,这位兄弟便是柴进。你的女儿多是吃假名托胜的篇章去了。你若打听得出来,报上山寨,我与你做主。 宋刚对李葵道,这女不和你说话,你回来寨女,自有便利。 宋刚,柴进至于一行人马,先回大寨去了。 宋刚道,你大哥,怎地好?李葵道,只是我姓紧上做错了事。 既然输了这伙头,我自一都割张下来,你把去献与哥哥辨了。 宋刚道,你没来由尋死做什么?我教你一个法则,换做附经请罪。 李葵道,怎地是附经?现清道,自把衣服脱了,将麻绳绑绑绑了, 赤梁上背着一把金像,拜服在中二堂前,告到,有哥哥打多少,他自然不忍下手。 这个换做附经请罪。李葵道,好却好,只是有些惶恐,不如割了头去干净。 现清道,山寨女都是你弟兄,何人笑你?李葵没内何,只得同现清回寨来附经请罪。 有诗为证,三家对证已分明,方显公平证大情。此日附经今请罪,可连转答愧如生。 却说宋刚,柴进先归到中二堂上,和众弟兄们正说李葵一事,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,背上附着一把金像,跪在堂前,低着头,口里不造一声。 宋刚笑道,你那黑丝枕地附经,只者等遥了你不成。李葵道,兄弟的不是溜,哥哥拣大棍打几十八。 宋刚道,我和你倒坎头,你如何却来附经?李葵道,哥哥既是不肯遥我,把刀来割这火头去,也是了当。 众人都替李葵陪话。宋刚道,若要我遥他,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刚,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,这等方才遥你。 李葵听了,跳张起来说道,我去,公中捉别,手到哪来。宋刚道,他是两个好汉,又有两副阿玛,你只独自一个,如何更磅得他。 再叫燕青和你同去。燕青道,哥哥差遣,小弟愿望,便去房中取了脑子,却了齐眉肝棒,除着李葵,再到刘太公装上。 燕青世问他来情。刘太公说道,日平西时来,三更女儿去了,不知所在,又不敢跟去。 那为头的,生的矮小,黑瘦面皮。第二个夹壮身材,短鬚大眼。二人问了避世,便叫,太公放心,好歹要救女儿还你。 我哥哥送功名的将令,毋要我两个尋将来,不敢为悟。便叫煮下干肉,做起蒸顶,各把了袋装了,山在身边,来了留太公装上。 先去正北上沉,但见方匹无人烟去处,走了一两日,绝不见蛇消耗。却去正东上,又沉了两日,直到灵州高堂界内,又无消息。 李葵深朝面热,却回来望西边沉去,又沉了两日,绝无蛇动静。 当晚两个扯向山边一个古庙中宫床上缩。李葵哪里睡得着,爬起来坐地,只听得庙外有人走的响。 李葵跳张起来,开了庙门看时,只见一条看子,提着把扑刀,转过庙后侍江子上去。 李葵在背后跟去,燕青听得,拿了老公,提了干棒,随后赶来。 叫道,李大哥不要赶,我自有道理,是夜月色朦胧。 燕青帝干棒与了李葵,远远望见那看,低着头只顾走。 燕青赶紧,踏上箭,老然寻放,叫声,如意指不要误我。 指一箭,声中那看的右腿,扩地倒了。 李葵赶上,匹衣领抽着,直拿倒古秒钟,喝问道,你把楼太公的女儿抢的那女去了。 那看高道,好看,小人不知此事,不曾抢甚留太公女儿。 小人指示这女展经,做些小买卖,那女敢大弄,抢夺人家子女。 李葵把那看捆做一块,提起苦来渴道,你若不实说,堪你做二十段。 那看叫道,且放小人起来相矣。 燕青道,看子,我且与你拨了这箭。 放张起来,问道,留太公女儿端的是什么人抢了去。 指示你这女展经的,你岂可不知些风声。 那看道,小人胡猜,未知真实。 来此间西北上,约有十五里,有一座山,换做牛头山,山上旧有一个道远。 近来身被两个强人,一个姓黄明江,一个姓董明海,这两个都市陆林中草插,先把道使道同都杀了。 徐宗只有五七个伴当,占住了道远,尊一下来打劫,但到处只清是宋江。 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。 有诗为证,尋拆潜居古庙堂,风寒月冷转凄凉。 夜深有获山林黑,说出强途是董王。 燕青道,这话有些来历。 汉子,你幽怕我。 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,他便是黑旋风李葵。 我与你条李箭仓,你便引我两个到哪里去。 那人道,小人怨往。 燕青去尋扑都还了他,又与他杂拼了仓口。 趁着月色微明,燕青,李葵扶着他,走过十五里来路。 到哪山看时,虎不甚高,果似牛头之壮,仍如恶牛之势。 三个上者山来,天上未明。 来到山头看时,团团一租土墙,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。 李葵道,我与你先跳张入去。 燕青道,且等天明确理会。 李葵哪里忍耐得,藤地跳张过去了。 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。 门开出,早有人出来,便挺撲刀来奔李葵。 燕青生怕决杀了事,主着干棒,也跳过墙来。 那中战的汉子一道烟走了。 燕青见这出来的好汉正斗李葵,潜身暗行,一棒正中那好汉脸峭骨上,倒入李葵怀里来,被李葵后心指一虎,砍在地。 只见里面绝不见一个人出来。 燕青道,这尸必有后路走了。 我与你去截住后门,你却把着前门,不要胡乱入去。 且说燕青来到后门墙外,复在黑暗处。 只见后门开处,早有一条汉子,拿了约时来开后面墙门。 燕青转张过去,那看见了,妖房延便走出前门来。 燕青大叫,前面截住。 李葵抢张过来,只一虎劈胸膛砍倒,便把两火头刀割下来,删造一处。 李葵盛起,砍张入去,泥神也似都推倒了。 那几个伴当导在造前,被李葵赶去,一虎一割,都杀了。 来到仿中看时,果然见那个女儿在床上呜呜的提哭。 看那女子,云笨花颜,其实严厉。 有诗为证,公鞋扎扎展春罗,香参酥胸肉一窝。 例则难禁风雨罪,不声忧恨速秋波。 燕青问道,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。 那女子答道,劳家正是刘太公女儿。 十数日之前,被这两个贼佬在这女,每夜轮一个将劳家坚肃。 劳家就夜累雨成行,要尋死处,被他监看得紧。 今日得将军搭救,便是重生父母,再养爹娘。 现青道,他有那两匹马在那女放着。 女子道,只在东边房内。 现青被上安子,牵出门外,便来收拾房中即存下的黄白芝芝, 有三五千两。 现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马,将金银包了,和人头找了,山在一匹马上。 李葵搏了个草把,将窗下残灯,把草房四边点着烧起。 他两个开了长门,步送女子下山,直到楼太公庄上。 爹娘见了女子,十分欢喜,烦恼都没了,尽来拜借两位投领。 现青道,你不要借我两个,你来债女拜借眼哥哥宋功名。 两个酒食都不肯吃,一家骑了一匹马,飞奔山上来。 回到寨中,红日咸山之祭,都到三关之上。 两个牵着马,陀着金银,提了人头,径到中二堂上,拜见宋刚。 现青将前事一一说了一片。 宋刚大起,叫把人头埋了,金银收拾负中,马放去占马群内慰养。 此日,切言言与现青,李葵作贺,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,来到中二堂上,拜借宋刚。 宋刚那女肯受,与了酒饭,教宋下三回庄去了。 不在话下,梁山坡自此无话。 不觉时光迅速,看看鹅黄着楼,漸漸鸭六生波。 逃塞乱束红莹,幸念微开降蕊。 山前花,山后树,驱角萌芽,周尚平,水中炉,都回生意。 谷雨初情,可是丽人天气,禁煙才过,正当三月饶滑。 宋刚正座,只见关下解一伙人到,预先报上山来,说到,拿得一伙牛子,有七八个车厢,又有几速哨棒。 宋刚看时,这伙人都视标迎大看,跪在堂前高度,小人等几个,直重奉长府来,今上泰安就笑向。 木金三月二十八日,天齐圣帝降旦之神,我们都去台上屎棒,一连三日,何止有千百对在哪里。 今年有个朴手好看,是泰原府人士,姓任名媛,身长一丈,是浩琴天柱,口出大言,说到,相扑世间无对手,增交天下我为灰,问他两年曾在庙上增交,不曾有对手,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。 今年有帖招宜,单溺天下人相扑,小人等因这个人来,一者萧香,意乃为汉任原本事,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好棒。 伏望大王慈悲则过,宋刚听了,便叫小校,快送这伙人下山去,分毫不得侵犯。 今后遇有往来萧香的人,丘要惊吓他,任从过往。 哪伙人得了性命,拜借下山去了,只见燕青起心品福宋刚,说无数句,说不一直,有婚教,轰动了泰安州,大闹了长扶怨。 正是,东乐庙中相苦斗,嘉宁殿上二龙增。 毕竟燕青说出什么话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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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打赞 订阅 订阅 说不悟失的方法。 在这前面的从未来到达因为落马尔的口气。 感谢观看